波士顿北牛顿高中的学生亨利·德格·鲁特 在中国北京的锦山学校作为交换生时 因为写下支持民主的文字而遭到校方处分 并且被道歉 他被迫写一封道歉信给中国学校的校长书面道歉 为什么支持民主需要道歉 为什么美国学校是否正在降低自己的学术自由标准来迎合中国呢 而现在的美中交流是否已经丧失对话的功能流于观光的性质 此外美国校园当中的中国势力有多深有多广 跟我们一块来参与讨论这两个话题的 还是一位是我们在演播室内的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 另外一位是自由媒体人温云超先生 温先生从纽约通过skype来参加今天的节目 我们的听众观众非常欢迎您成为我们节目的一部分 我们的电话同时开放给你们 欢迎您打电话进来 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打400-120-0551 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01-148-940 进来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好 我先请大家建立 因为我知道你才跟这个group见过面 你可以讲一下你们会面的一个过程 还有他父母的态度是怎么样 好 那个首先这个小孩非常可爱 这个cool kid 因为他写的其中一句话是 democracy is for cool kids 所以我见他他很酷 他酷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话不多 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也不跟你拉拉扯扯 没有什么其他东西 而且非常坚持自己的这个见解 所以我觉得非常酷 那我见他呢是这个 是首先是给这个记者联系 我把我的各种观点和我的背景 告诉了记者 记者找他联系 他接到我的这个email非常兴奋 他就非常愿意赶快见个面 所以看在哪方面可以帮助他 任何人可以帮助他他都愿意 那我们就约到这个这个见面 见面的时候 这个我就听他讲 我和另外一个这个 这个推动这件事情的 叫唐露的一个小姐一起见的 那他做记录 那我们在问的问题 就把他所有的经过 就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 所有经过 根据这个发生的这个次序 来给记录下来了 包括他学校的这个 他们需要签的一些合约 去之前签的这个 学生需要这个签的一些东西 包括他和老师之间的email 关于让他去道歉等等 这些email 我们都拿到了 现在正在做一个研究 我们在请教美国的宪法专家 看看所有的这个过程 构成不构成一种违宪的这个案子 我们再进行这样的这个诉求吧 这个男孩子 其实他给在中国的同学上留言的 这些有关知识民主的话 其实也并不太多 对对对 对 而且他后来被学校 美国的学校处分的是 不准他去参加PROM 他这个美国对他的 美国学校对他的惩罚 不仅仅这一条 对 还有 实际上他在中国接受的惩罚 基本上都是他的美国学校 强迫下接受的 所以我们的过程了解到 包括他五个小时 不允许参加野外 被这个关在一个教室里边 包括他强迫的时候 写这个道歉书 都是美国的学校强迫他的 对他实施的惩罚 这个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是美国政府 对他实施了什么东西 我们大家都觉得 不说无所谓 大家都觉得不惊讶 这是这个 好像中国政府的行为 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说 他的惩罚基本上 是他的美国学校所实施的 这成为这个要点 那美国学校事实上 他的学校本身是有学生手册 有规定他们的学生的行为准则的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学校 他们的学生手册是怎么写的 他说在这个 一般学校里的事务 有一个处理事务的过程 如果是校方给了学生处分 学生可以告到学区 如果学区支持校方 学生可以告到学区董事会 如果学区董事会也支持校方 那么学生就必须上法庭 希望这个学生保留着 所有校方给他处分的文件 很清楚到底是哪一个阶层 给了他这样的处分 这样就可以找到事情的来源 同时在一开始就可以告知媒体 这样媒体可以跟踪 这件事情的发展 实际上这个校规上写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来想请问一下 温云超先生 温先生您觉得这个 北牛顿高中对这个孩子的这个做法 算不算是一种所谓的文字语 是不是已经违反了 这个所谓的美国宪法的规定呢 这个我们要看 他们具体的行为准则里头 是怎么规定的 例如他们作为交换生 交换到中国的时候 他们一定对个人的行为 有一定的要求 那这些事情就是说 是不是在行为要求里头 就是在行为准则里头 事先禁止 因为我们知道 有些小范围的活动 或者是私人圈子的活动 他们往往会结成 相互之间的一种 类似于合约 然后样度一部分的个人权利 以求参与这个团体 或者参与活动 所以这个问题 我可能同意刚才 建立先生说的 可能我们需要咨询法律方面的专家 才能够知道 就是说学校方面的这个行为 是不是有违法方面的情况 还是符合他们的行为准则的方面 就刚才节目主持人提到的 他其实在美国已经有 这样的足够的渠道 来让这位学生申诉 所以我个人来讲 我会关心就是说 申诉的结果会怎么样 但是这个只是在一个 比较细微的技术层面的东西 那我们要关注的是 更高一个层面 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如果有这样的行为准则 规定了这个 约束了这个学生的行为的话 我们要追问的就是 美国的学校 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行为准则 对学生进行约束 特别是为什么要做出 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来讲 是一个不能参加高中舞会 这么一个很残酷的一个决定 因为对所有的美国高中的孩子 高中毕业舞会 都是一个人生最珍贵的回忆之一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残酷的一个处分 所以我们要追问的是 这个层面的一个东西 建立你要补充 就是所谓的行为规则 那个北方 它在我看了 就是学生要签的行为规则里边 没有具体的说 要限制你的言论自由的问题 就是说你要尊重这个尊重那个 这样的一些说法 这个说从文字本身很难看出来的问题 关键我觉得这个案子 主要是他学校的实践层面的问题 他做了什么 这个可能是我们要追踪的 是 那另外我想请教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 有些网友留言 提出了一个反向的思考 那么在这个网友叫不具名 他讲说 如果这个学员写的是 不支持民主 难道支持贪党独裁吗 难道要写 中共独裁有理 贪官腐败无罪吗 另外一位也是不具名的网友说 如果写一党独裁 那就不受罚了 共产党就是邪教 那我想请教今天你就是说 如果今天反过来讲 今天他跑去在中国的时候 他写的是 我们坚决拥护共产党 我们坚决拥护一党独裁 共产党代表三个代表 代表人民 如果他今天写也是这个的话 那北京的学校跟美国学校 会怎么来处置这个事情 那我想可能中国会抓一个典型 我们在中国大陆生活 知道抓典型 就输一个典型 你看美国的高中生 这么热爱中国的文化 和中国的样板 美国的学校可能什么都不会做 因为他继续他的交流项目 所以我觉得问题的关键 是刚才北风景指出来了 所以我们要看得更大的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就是说 美国在和中国的打交道中 它不仅仅是高中 现在小学 大学 大学早就打交道了 还有这个文化交流 这个还有空 就是实际上这个议题 在没爆发之前 我们心里早就对这个议题关注了 因为我是在美国大学工作 我在大学校园里 遇到太多这样的情况了 只不过它有些是涉及到 我个人的 我很难把它个人化 所以就是这个 把个人化的议题拿出来来讲 正好这个议题呢 使得给我们一个机会 展开讨论 就是说西方的民主社会 在和中国打交道过程中 你丧失了多少自己的价值 你这种这个打交道中 影响了多少 这个美国的 还有其他民主国家的 民主生活方式 因为我们知道 生活在这个国家里 有自己的民主生活方式 是每天都要进行的 都不要想的 实际上这个呢 已经受到了侵害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 我们要关心的一个很大议题 北风刚是不是有要补充 我没有太多需要补充 不过我说 像他被关五个小时 这种in-house这类的处罚 其实在美国学校当中 孩子经常会承受这种处罚 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说 不针对这个太具体的层面 去探讨 反而我们要超脱这个层面 就是刚才建立先生所提到的 当国际社会对中国 都采取一个绥靖主义的时候 当这种跟样度自己的价值 然后达成一种利益的合作 这个从陈光诚先生 和纽约大学之间的纷争 曾经也一度涉及到 这方面的话题 我们可以看得到 类似的情况 其实在企业 在大学中学小学 可能都会涉及到 那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其实要反省的 不仅仅是国际社会 反而是美国的民众 美国的普通老百姓 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丢掉的太多 是 其实北风我想请教你 就是说你刚刚提到美国老百姓 自己本身的心态问题 其实我在看到美国的媒体 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很多的美国网友留言 都是说骂这个学生 说这个学生不对 他说你到国外去 本来就应该尊重当地的文化 你就不应该写出这种东西 让当地的主人家不高兴 但是我想请教就是说 什么时候中国共产党 代表了中国文化 那尊重中国共产党就代表 尊重中国文化吗 其实我们在报道里头 也看到了大量的美国民众 支持这个学生的言论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 所谓支持文化 这都是一个很随进的说法 也就是中国官方体系 一直强调自己的 所谓亚洲文化独特性 他用这个东西来对抗 普世价值的一个说法 所以其实在我想就是说 美国民众千万不要掉到 这个中国当局挖的坑里头去 如果挖到坑里头 强调文化的独特性的时候 那普世价值在哪里 所以在这一点上 是需要非常警惕的 好 我们也来听听听 听众跟观众们的意见 下面我们来接四川的魏先生 魏先生你好 请讲 魏先生在我们线上了 好 我们暂时先跳下来好了 我们来接浙江的赵先生 主持人好 你好 请说 我认为这次美国可爱的高中生 这个事件的根本原因 就是奥巴马政府的 对北京的软弱 对北京的税劲造成的 奥巴马在坚守 美国价值观的立场上 还不如这个高中生 我建议奥巴马总统 我们应该去问问他 以此来表达 美国政府的政治立场 2008年 奥巴马第一次在上海 与拜严格的沙龙会议 中共政府就公开的羞辱他 比如你的上海 那个大学的 李先生脱衣服 全世界直播 美国这个白宫团队 居然没有分析出来 这是对他的战略试探 看奥巴马政府的水平怎么样 奥巴马政府是 一个弱智政府 是美国政府的耻辱 不建议奥巴马政府 应该立刻分析 好 谢谢赵杨道先生 您的意见 您是觉得说 这个高中生非常勇敢 比奥巴马总统还要勇敢 接下来我们接听的是 浙江的方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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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立先生好 你好 我听到 就是我提一个问题 我搞不懂 美国的高中生 写了这么一个 什么民主 知识民主的 他这个学校 跟中国的这个学校 是什么 有什么 交换生日 还是什么 我还听不懂 这个什么意思 美国的学生 在这民主的国家 怎么写这么一个 知识民主的东西 怎么会被这个学校处罚 我这搞不懂 这个事情 好 那我们待会请建立 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谢谢浙江方先生 那就直接请建立 来先回答方先生的问题 好 先回答方先生的问题 这个是美国的学校 它是北牛顿大学 那个中学 高中和北京的景山中学 高中有一个合作项目 交换项目 大家都知道景山学校 长期以来 是这个中共这个高干 这个孩子去 这个读书的学校 它一个 有个交换项目 交换项目呢 就是说 每年这个 是由中国学生 在这待一个秋季 然后呢 美国学生到那 待一个春天的 这个春季的这个活动 四个月 那这个 美国这个学生呢 正好是今年 春天在中国 在中国的时候呢 他这个就是 在去野外访问的时候 去另外一个学校 访问的时候 交换这个 让这个老师 让他们交换地址 互留言的时候 他写了一个 写了几句话 是 然后被报到这个 学校里去 然后被惩罚 就这样 所以基本上 就是整个 这个案件发生的 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然后呢 这个美国学校 积极地介入 对他的惩罚 是 所以里边 这个包括他回来以后 又对他 这个进行了惩罚 进一步的惩罚 所以基本上 这也是我们今天 要讨论的一个 话题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 到底这个中国的势力 或者是这种 是不是会造成 美国的学校 自己来限制 新闻 不是 学术自由 或甚至有这种 自我审查行为 那我们也知道说 建立你说 在学校里头 看到很多的 这样子的例子 我们知道 最近 这个美国的 这个教师学会 还有教授学会 还有加拿大的 包括我们看到 在日本 其实也有这样子的 一个抗议行为 就是说 抗议孔子学院 在当地 影响当地的 学术自由 您的观察是怎么样 当然这个是 在美国存在 已经很久的时间了 在六四以后 尤其是 九十年代中以后 普遍存在 这个状况 很多的教授 为了去中国 他用这个签证限制 然后为了去中国 他就对中国 不愿批评 最多说一个 部分的真相 然后里边呢 对于这个 像我们在学校里 我们在学校里 也都有学校的职务 他进行这个限制 和某种程度上的打压 这个已经存在很久了 而且对中国的描述 基本上成为 这个中国 现在专制体制的 一个辩护者 那么商界 就不用说了 可以说中国 政府 现在绑架了 把中国人做人质 同时绑架了 国际资本主义 然后是国际的资本家 回到各自的国家 成为中国政权的 这个辩护者 这个问题 已经非常严重了 我先回到 那个魏先生的说法 说欧巴马政府 欧巴马政府 在这个 在和 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 实际上他讲文化 刚才讲到文化 欧巴马在 在建胡锦涛的时候 讲到 中国有不同的文化 我们要尊重 实际上 没有一个文化 是可以允许 这样说 政府说假话的 没有一个文化 是允许政府 可以这样的 公开的 镇压自己的民众 和这个进行大屠杀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美国的民众 应该特别了解 不是价值 还是要坚持的 好 我们最后是不是 给文云超先生 一点点时间 一分钟之内 做您的总结吧 文先生 好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媒体需要 去深究一下 就是说锦山学校 跟这个北牛顿高中之间 他们相方之间的 合作条件是怎么样子 是不是全部由 锦山学校出的钱 然后北牛顿高中的 具体的包括校间 这些人 在这个整个事件当中的 利益关系是怎么样子 这个我想才是 切入问题的根本 好的 很多时候中方是通过 这种利益输送 来谋求这种合作 或使美方在价值上样度 好 谢谢文天 谢谢文先生的解说 我们时间关系 必须要告一段落了 关于这两个话题讨论 我们今天请到这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参加 一位时空明力量的创办人 杨建立博士 另外就是自由媒体人 温云超先生 感谢两位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 VoA卫视 时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各位 打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们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将带您来关心的是 道德观与制度 中国的鸡与蛋的问题 以及从红遍全球的21世纪资本论 来看中国人的贫富观的话题 欢迎您准时收看 对 美国人中文网站上 还有创新的电视广告节目预告 欢迎您随时留意收看 感谢您收看 我是赵婉成 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明天继续 准时的收看 时事大谈节目 以及VoA卫视 其他的新闻节目 我是黄阿易 晚安